大家有喝过浓豆浆吗? 大家好,我是Vivian 今天来做厚浓豆奶的血糖实验 等一下我会先测空腹血糖再喝豆奶 之后测仓后一小时以及两小时血糖 并算出血糖波动跟大家分享 我们开始吧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86 浓豆奶,我要开动了 喝完咯,等一下测仓后血糖 仓后一小时血糖 仓后一小时血糖96 仓后两小时血糖 仓后两小时血糖90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每次的分享哦 做一下数据分析 喝浓豆奶空腹血糖86 仓后一小时血糖96 96-86等于10 随血糖波动时 仓后两小时血糖90 之前测过统一无糖高鲜豆浆 血糖波动5 光泉无糖豆浆血糖波动16 这次测义美浓豆奶血糖波动10 不过也在此说明 每个人测血糖结果都会不一样 我的数据仅供大家做参考哦 这三款豆浆如果要在超商买的话 义美的跟光泉的在全家才买得到 这次是我第一次喝义美的浓豆奶 之前我是喝光泉的 两个喝起来口感差不多 但是义美的更浓一点 而且喝起来更饱 看它的营养标示 整罐喝下去会摄取到21.2克的蛋白质 很适合健身的朋友哦 我多测几个牌子的豆浆 让大家可以挑选喜欢的牌子交替着喝 毕竟饮食控制的路很长 不同食物交替着吃比较不会腻 你说是吗 最后提醒大家 吃完东西的血糖波动不要超过30 比较不会刺激胰岛强烈分泌胰岛素 导致合成脂肪抑制脂肪分解 对于控制血糖和瘦身比较有利 总而言之 好好控制血糖与热量摄取 才能好好成功瘦身 远离糖尿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